36歲的唱作歌手劍TVB演員王子軒 唱得又演得的他 一直都被公認為多才多藝的才子 而他在TVB也拍過不少電視劇 但可惜始終徘徊在三四線角色 未獲重用 近兩年王子軒的出鏡率更加是越來越低 自從2020年在劇集《機場特警》入面亮相之後 他就沒有再拍新劇了 今日更加有報導指 不甘心就這樣被投閒置散的王子軒 已經正式和TVB結束了10年的賓主關係 對於被子離巢一事 王子軒暫時沒有作出回應 不過消息傳出之後 一不少網民都支持他外創 靈魅出路 其實王子軒入行多年 歌唱事業發展得不差 他曾經先後推出了6張專輯近20首歌 而且還擔任過不少知名歌手的歌曲監製和作曲人 譬如《天后聲秀文》 《莫文惠》《惠蘭》等等 所以他在樂壇上也有屬於自己的一席位 如果今次離巢的消息屬實 王子軒未來可能更加專注於音樂事業上的發展 網民都認為 這個未常不是一件好事